那一刻我不想回去了 这个地方令我流连忘返 来我一汽车博主 怎么能吃吃喝喝不工作 开干 在重庆施火锅 在云南过泼水节 还不如来浩克山东 青岛渭海烟台似乎还没爆破 趁现在还是小众 我们一次性玩到爽 这车还挺能装的 这里是我来青岛的第一个打卡点 焦州湾跨海大桥 全长42.23公里 我们把L2.5级别驾驶打开 看看它的能耐 这跨海大桥够牛 这辅助驾驶还是很不错的 刹车还是很线性的 还有540全景影像和透明底盘 车大但开起来很轻松 开了三个小时 终于迎来了我青岛的第一顿 现在来到了劳山的阳口 先来凭 劳山白花蛇潮水 接接客 吃饱喝足继续出发 QQ 你好优敏 下午好 导航到劳山书院 途经黄山村码头 找到以下结果 看看去哪一个吧 这语音识别能力挺精准挺快的 8155芯片能打 而且树放的大屏更好看地图和仪表盘 HUD联动更便捷 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 逛完劳山书院体验完国学文化儒家文化的发源地确实影响不小 就像我们买车一样都离不开家 大空间够安全价格便宜都是为家庭做准备的 所以有些方面自主品牌还是了解自己的 如亚随和也不能忘了吃喝玩乐啊 威海烟胎我来了 城山头去了 幸福门去了 火炬八街来了 搁浅的布鲁斯号乘船也去了 不装了摊牌了 我不是一万富翁 但他是十万级好车 麦福迅加多连杆独立悬架 还有铝合金前后转向节 高强度钢控制必等 在跑山的时候还挺扎实 家庭用车赶赶赶的 开了几天车想不通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男同胞们开SUV会比较多 涂他外观霸气吗 涂他帅气的LED大灯吗 还是涂他视野够好 想不通 当然这些还真要试驾了才会懂 我还是继续吃吃喝喝吧 狗哥这下你一点没说啊 奔同T90这车有什么好说的 十万块就能买到 媲美中型SUV的尺寸和配置 十万块就能买到双十家车型 十万块就能买到 815大平和L2.5级别自驾 还有什么好说的 收购回家